今天是2022年的9月19号 这这这行情不好 无聊 这大家好像都 是吧 不来听课 这行情 到 有操作的时候 听课的人数就比较多 现在呢 我一说 我说今天下午 今天大概就没有操作 就不来听课 课还是要坚持听 因为它是有一个连续的过程的 我们对于市场的分析和判断 是有一个连续的过程的 它不是 它不是说它是独立的 前后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 请看文章的激墙数 善致数 这一波跌速是比较快的 虽然说只有几天的时间 我们还需要近一波的观察 但这几天的速度是比较快 这个速度呢 就有点像逐跌的这个阶段 逐跌的这个阶段 所以说破趋势 你如果不卖出 现在其实就会很被动 这趋势呢 它其实呢 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今天呢 我说 我说这个 市场 只有可能向下继续下跌 尤其是小弹股 小弹股这个部分 我从来都没说见底 大家想想 对不对 我在描述小弹股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从来都没有说见底 我只说大弹股见底 我没有说小弹股见底 那么小弹股 它是存在 见底之前的一波 快速下跌 小弹股下跌起来 是比较迅猛的 但是你去看这个历届的 低点啊 大弹股呢 都是直跌的 它起到 其稳的作用 就是它是先跌到位的 小弹股是后跌到位的 你就包括四月份 就今年四月份的那一波 大弹股也是先跌到位的 小弹股后跌到位的 四月份那一波小弹股跌的是十分凶 就基于这一点呢 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 就是小弹股 从来没有说过小弹股见底 但是大弹股是跌到几点的 我们不能应接费时 总是去等着这个 是吧 我记得有个学员怎么说的 我们空仓不就更好吗 我说你难道一点踏空风险 认为这种风险都不存在吗 市场不存在踏空风险吗 我当然想空仓啊 然后最低点买入是吧 可是 越是规模行情大的低点 你错过那一个点 就会错过整个一个时段 在网上有人说啊 这个 就说错过一个时点 错过一个时代 我从来没有说过错过一个时代 时代有点太大了 错过一个时点 会错过一个时段 因此呢 这种踏空风险是存在的 并且在4月27号 那一波行情 你们应该清晰明确的感受到了 这个踏空的状件 行情 假如说 真的起行情的话 它是一去不不反 你看去年的3月19号 3月19号的那个地点 你买不进来 前年的啊 2020年的3月19号 那个地点你买不进来 行情一路不回调 2020年之所以我说这个 做的比较舒服呢 就是这中间都没有回调 就一路上行 2019年1月4号的那个地点 如果把握不住 也很痛苦 注意啊 它虽然说有回调 但是那一波 差不多4个月的上升 从1月份涨到4月份的那3个月 就一个季度的上升 非常猛烈 极其猛烈 然后呢 2020年3月份 那个又是一去不回调的 不回头的 因此呢 就是说这么多的 例子告诉我们 就是有些大的地点 如果你不把握空舱踏空了 那恐怕你后面的几年都不好做 我们我们说 比方说这个呃 今年是调整年 我们说给大家尽量的去建立起大的优势 尽量呢 给大家建立起大的优势 还不是因为今年好做 就是今年我们如果做好了 明年后年好做 大家能力了 所以呢 我说这个空舱是不可取的 你我们不能一夜费时 人家怕调整 我们就不做交易了 这不行的 战略性要有战略眼光 从战略性防守 转为战略性行动的大的风拨 不会改变 我再次告诉大家 不会改变 能理解的单意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空舱 这学员有人问 但具体的原因 我从三个角度 曾经跟咱们学员的详细的论述过 从空间的角度 从时间的角度 从估值的角度 那么大房股呢 我们也不确定 它一定是最低点 但是呢 我认为大房股不能再等了 小房股呢 有不确定性 这个该打雷是打雷 我们就说它有不确定性 所以当这波趋势破位的时候 我们还继续卖出 对吧 但是趋务 因为它不确定性 我们它不是说一定会下跌 所以当趋势突破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买入 所以趋势突破 我们买入是尊重市场 趋势破位我们再卖出 其实这样的 就这样的操作呢 小房股虽然它有不确定性 但是拿我们也没招 没办法 对吧 你们要是阻力挺烦 这国人的 脚趋不掉 跌下套不住 是吧 你拿的也没办法 因此呢 就是说 小房股我们一直说 它是具备不确定性的 但是呢 如果是诸底的这个阶段 我跟大家讲 我说小房股在诸底的这个阶段 最后一波下跌当中 跌幅是非常大的 所以4月27号那一波 你看4月27号之前 就今年4月27号之前的那波 小房股的下跌 你就知道我说的意思了 所以假如说这里是诸双底 甚至是 这个图圆底 或者是 不管是什么底吧 假如说这里再诸一波底 双底啊 或者是 带结构的基点啊 那么小房股 是有可能补别的 这里呢 我们是要做一定的防守 做一定的防守 但是呢 就是说 从上升指数的角度来讲 我们后来加的这个四层藏 零活性的藏位 位置也很低 我说有两层藏 是低于4月27号 有两层藏是高于4月27号 但这波波确实我还是出 出的原因就是在于 我认为有很大的概率呢 在更低的位置上买回 现在就已经比我们 麦克斯的位置更低了 对吧 因为周五大阴线啊 你周五的阴线是 在近两个月当中 是最大的一个 跌回来最凶的一个 我们其实是回避掉了 但今天我们是不买的 即便回避掉了下跌 这中间是有优势的 就是我们回避了下跌 但不是说我们 它跌了我们有优势了 我们就要买入 不是这样的 它毕竟跌速比较快 今天虽然说没有 再继续周四周五的下跌 但是呢 由于周四周五的 这两根阴线 导致它的跌速快 下面呢有动画啊 看这张图 下面是有动画的 日线动画 这个我们上都过也说了 我说周一会出日线动画 但是也不用考虑它 因为这个动画的级别特别小 明天平台 一看完就消失 只有明天上涨 它是不消失的 请来看一张图 明天差不多上涨到 3139点 3139点啊 就长出这么一根小阳线来 它才能保证它不消失 如果明天是下跌的 消失 如果明天是 小阴线消失 平日消失 小阳线也消失 所以说是差不多中阳线了 就这样一根线 它才不消失 所以大概明天是消失的 然后呢 120分钟 再看下一张图 120分钟 90分钟已经消失了 已经消失了 所以120分钟 虽然说它有序列的第八 但是呢 第一跌速快 第二 动画已经消失 所以呢 这个八的 这个只能判定止跌 但不能判定上涨 就是这个小几点 判断不出大几点 那么60分钟 90分钟 120分钟 包括日线 一旦全部消失的话 上润指数的结构就 短期之内不会有了 短期之内不会有了 比方说一两周之内 那我们就需要更加的耐心一点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要继续观察速度 这个速度它是有变化的 它有些时候呢 速度快 但是呢 它随着几个震荡速度就下来了 好吧 这个速度上还是有变化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 不能 完全的去养量趋势 我说 我刚才说的 就之前说的那个 这个 该超低的时候 超低 完全的空舱是不可去的 然后有个旋律 就开始 抬另一个杠 第一个抬杠就是 我们为什么不空舱 第二个抬杠就是 我们有趋势 我们还怕超不到低吗 那个趋势不好 这句话其实听起来 是没有错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现场的例子 现场的例子 4月27号的底 没超到 然后向上 突破趋势 你买 到现在来一展 就今年能把你折磨死 假如说你又是满舱趋势进 再满舱趋势出 对吧 到今年就能把你折磨死 今年下半年 就是到现在趋势 估计得折磨个七八次吧 对吧 那不是最多的吧 不是最多的 你像这个2015年 这是5178点 航天启动之前的 那一波震荡 14次 14次 而且每次都错 就是你买进去 啪一巴掌 买出去又啪一巴掌 又错 正常人实际上呢 就是承受的极限 差不多也就四次了 这三人啊 就是你错了一次 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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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错四次 正常人就说不着了 我告诉大家 正常人就说不着了 第一波 我为什么提前给大家 打这个心理浪贯 这是第一 我们没得选 缺失突破 因为小房子 他居住不确定性啊 你不能就 就认为他一定会下跌 所以他缺失突破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买 你没得选 第二 正常人他承受历史四次 对吧 那么 我给大家呢 就是说把可能出现 那个情况呢 提前给大家说一下 我说可能会上次案 再加转 然后再上次案 再加转 四次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心理准备 你只要有了这个心理准备 我告诉你 这四次就比较好容易 就容易坚持过去 但是你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那种 假如说我们什么都不说 今天买入 赶一顿了 不会去市 然后卖出 然后又卖出来了 卖出之后又是低点 然后再买入 又买进去了 然后再卖出 就是你完全没有这种心理准备的话 到第四次 钱的都不对 你凭什么 我再不相信你了 不相信去市 然后就不满 大家知道 所以去市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一直跟咱们情愿说 我说去市延续了差不多一百多年 但真正能坚持下来的 有几个人 都知道去市好 我真正做的好的 有几个人 这个社会上就没有容易的事 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容易的事 所以 说这句话的时候说 我们不吵底 反正有去市不滑 我们丢不掉 第一 你对趋势的理解不深 趋势的毒打 你没挨过 假如说你要经历过 一五年 十次次挨打 你才能坚持的话 你不是凡人了 你的 你都成仙了 你能理解吗 所以呢 你怎么办呢 我们 找到确定性好的地方 然后买进去四成仓 这四成仓呢 是以 10%作为纠缩标准 如果它不纠缩标准 不到纠缩标准 我们就一直是我作为比仓 那这个策略实际上是什么呀 大家想想实际上是什么呀 趋势你再也别打我了 这四成仓仓你打不着我 老不跟你死听 死磕 对吧 这四成仓仓你是打不着我的 能理解吗 剩下的 算是灵活仓位 那爱打 可能爱的打将来还得来 应该趋势的打还来 但是假如说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位置 就结构的地点啊 或者序列的地点啊 那区 那这些 就找到修边 去这张结构修边 我们找到修边的这些地点 这些地点的收益 能够平衡掉趋势待大 这也是一种平衡 但我这么说 我认为啊 咱们学员区里啊 差不多70%的人 可能不能太理解我说的意思 我再说一遍啊 我们用修边的低点和高点 所产生的收益 虽然这部分收益不多 但能平衡掉 修复掉趋势待大 能理解的打一 不理解的打二 我看一下 好的啊 好的 还行啊 还行 有想象力多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我们就能够遵守趋势 然后呢 从整体的角度 它也是一种平衡 就是我用四成厂 选择不爱打的这种方式 但是你必须得找到确定性 小方我现在是找不到确定性 好吧 因此呢 就是目前的这个操作呢 就到现在这个操作呢 我觉得都是一种 比较符合规则的常规操作 常规操作 课趋势的时候 尽管你有100个不愿意 但你还是要买 还是要买 然后呢 这个不能伸干的硬套 就觉得趋势很容易 趋势根本就不那么容易 其实很难的啊 其实很难的 所以呢 我们的核心操作 特别趋势为王 鞋鞋鞋鞋鞋鞋鞋 说起来简单 但其实操作起来是难的 难得也好 难得代表有竞争力 特别容易的事情啊 特别容易的事情 不管任何行线 都没有竞争力 你靠运气更的钱 它不是竞争力 能理解吗 所以呢 你就把一个事情 你研究都透透了 有一个叫做一万小时定律 对吧 在一个事情上 你能够 你在不是特别笨的情况下 你能够研究一万个小时 你一定是这个行业的 在这件事情上 对吧 虫 我们管它叫虫 有个电视剧叫做 陈福古玩虫 是吧 这个虫那个虫 那就说明什么 它是沉浸式的 那种研究深度 比较深的内内的人 那你就具备了竞争力 所以呢 在我对于 对这个事物的理解 我是这样理解的 任何 比较容易的事情 任何行业 都没有竞争力 所以 你选择容易的事情做 它是没有竞争力的 趋势呢 是比较难的 难的不在于趋势 而是在于 你坚持趋势的过程 所以我为什么 这个本节课一开课的时候 就建议大家 坚持每天去听课 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昨天跟今天是有关系的 上周五 跟上周四是有关系的 你说好像一跌了 没有操作 我不听课 这不对啊 这不对 所以还是希望 咱们学员能够坚持听课 但是有个连续的过程 道理越变越轻 很多课呢 也是越讲 大家就越清楚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350 350这个消失呢 是这儿的啊 很多人觉得 这种平松出现的消失呢 是针对于最后的一次 结构形成的啊 这次结构形成 有小事啊 有小事 明天会出新的动画 明天上周五 大概就会出新的动画 日前 日前级别的啊 日前级别的 好吧 下个时间的时间呢 大家来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问题可以问 春兰秋菊 来喝个心灵鸡汤 你觉得我这个是鸡汤吗 你觉得我说的是鸡汤吗 你少说没用的吧 自以为是 其实啥也不是 其实啥也不是 上阵轴线动画 上阵要是轴线动画 那就创新低 创C272新低 那得劳惨 那各国得劳惨 上阵如果创新低的话 各国得劳惨 我告诉大家 很多各国可能从目前 就现在这个位置 这样才 低30% 多大算大半股啊 互生300就算大半股 好吧 你可别说300只股票 你都选不过股票来 互生300有家门股的 明天几个时 指数120分钟D9 120分钟是D9 但是它第一速度快 第二没结构 没结构 通常区域 我们不见以来单独使用 对吧 所以这个呢 被忽略掉 但是你肯定要从卖出的角度来感觉 不应该在D9的位置上卖出 所以我们不做空 但是它不愿意 这有产生 对 你说我非常耐心的 跟大家去讲了这一系列的 这个过程 他跟我说 我再给大家灌鸡汤 对不对 老师牛市的第二条 可以马上到来 还考虑吗 还是那句话 空间指示 你知道他对我们所说的 这是空间吗 他给大家画了一个平行线 对吧 空间 对啊 空间 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标准 但他不是核心标准 核心标准是趋势为王结构修边 但我们刚才讲了半天了 明天 日线如果增化消失了 就代表了 短期之内不会有结构了 在短期之内不会有结构的情况下 空间就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我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动药的关系的比例 我说第一 趋势 趋势为王 然后是结构 然后是区域 没有提空间和时间的事 所以如果他到了空间的位置 刚好有结构 那我们满入的概率就非常大 如果他到了空间的位置 市场是出于一个非常快速的猛烈的下跌的时候 我们满入的概率就很小 这个不难理解 这个不难理解 前几天评课好像上至五月是低点 还有三点空间 算了 我们当时也说的 我说这个上至五年很有可能在 低点很有可能出现在十月了 现在才九月了 我们在讲这块的时候 难道你没听到吗 我说这不一定是最低点 但是我们要买 你是听到吗 还是没听到 还是你买过就认为它是低点 在服务下给它降来一跌 你就开始怀疑你的买路了 月线低九 前两次低点都在月线低十 而且前两次月线低十 虽然说出低点了 但是最后的那个低十的那个月 跌幅还是很大的 你仔细去看月线好不好 所以呢我们说 嗯没有所上至五年 它一定是最低点了 但是我说的是确定性好 它不是最低点又怎么样呢 我就在这买了 交易是一种决策 决策考虑的是方向收益的比例 好不好 目前上这五年一直出 有没有出 没出就对的呀 我们的值存点是百分之十呀 我也没出呀 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呀 我也买了呀 行不 好哥们儿 有风通向 有难通道 我买的肯定比你多 你都担心 我买的老多了 大鼻子他别 我买老鼻子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跟大家说的 跟我做的 言行完全一致 我非常不能理解啊 有些人啊 他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 我完全不能理解 就是现实生活中 包括在工作当中 我都是怎么说 我怎么做 当面一套 最后一套 就这样的就 就完全不能理解 这些人到底怎么想的呢 耳朵点放屁 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所以呢 在道德上 大家不用怀疑啊 我怎么跟大家说的 我就会怎么做 我怎么做的 就会怎么跟大家说 不会拿面一套 最后一套 咱不存在那种事 历史上都不存在 未来也不存在 好不好 今年的到现在 我们基本上 已经建立一些大优势了 大优势了 看了就是 能不能再扩大一下优势 尽此而已 今年 我们的判断 是在水准上的 在水准上 今年挑这点 但是今年做的好 后面就好做的 大好基础 今年一定要为未来 大好基础 后面就游刃有余 今年做的不好 后面也谈不上好 对吧 今年你高位套下来了 后面你只能是判了解套 所以你判了解套的过程 我就认为 就这个过程是 是不快乐的过程 因为你是痛苦的折磨的过程 对吧 但是我们 今年如果能抄进去 因为未来 我们是充满着期望的过程 就希望有快乐 对吧 所以我有人说 我说这个 接下来之后 我有点小兴奋 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我这种小兴奋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不多讲了 16点2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宁愿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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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